那这节课呢我们为上节课的应用程序 添加一些不同的业务功能 我们为user service呢添加另外的一个实现类 叫做user service festival 然后呢我们还是让它实现我们的user service这个类 并且呢实现里面的抽象方法 我们打印输出一段话 那么因为这个是user service festival 节日啊这样的一个具体的业务 那所以呢我们假设在节日的时候呢 注册新的用户我们会为他们发送一些优惠券 所以呢在这地方我们写 注册用户并且呢发送优惠券 这就是我们另外一个实现类 那么最后不要忘记在这个实现类上面添加一个component注解 那么如果我们在这个位置添加了component注解的话呢 就说明我们的应用程序当中有两个user service类型的并对象 将会被sparin发现将会被创建出来 那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user service test这个测试用力哈 那在这个测试用力当中呢我们注入了一个user service类型的对象 所以呢应用程序将会不知道它到底该选用user service normal这个实现类 还是该选用user service festival这个实现类自动的装配到这个位置 那么所以此时呢我们的应用程序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就会产生一个奇异性 那么这地方红色的波浪线呢也是ideal这个开发工具 它内部的一个检测机制自动检测出 未来我们这个运行的时候user service会产生奇异哈 那实际上这个并不是一个编译错误 所以如果使用eclips的同学呢 你可能不会看到这个红色的波浪线 那也就意味着我们现在其实是可以执行的 也就是说没有编译错误的应用程序都是可以执行的 但是呢这个应用程序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却报告了这样的一个失败的测试报告 那我们看一下它失败的具体的原因 在这个位置呢它会说有一个unsatisfied dependency exception 不满足条件的这样的一个依赖异常被报告了 然后created being with name user service test 也就是说我们的应用程序在创建user service test 这个具体的测试用力对象的时候呢 因为它要做装配嘛 它要装配这个user service这个依赖 所以呢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no unique bean definition exception 就是不是唯一的这样的一个 bean对象的这么一个定义 然后no qualifying bean of type 那么它会发现在user service这个接口下面呢 有多个实线类 然后它没有办法去具体的区分 我到底该注入哪一个实线类 这就是这样的一个错误 处理自动装配产生的奇异性 那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解决这个奇异性的方案有很多 首先第一个方案 我们可以直接将这个user service声明为normal 这样的话肯定就不会发生奇异了 对不对 我们来试验一下 那么它会执行普通的一个用户添价的功能 那当然了 如果你在这个地方写festival的话 我们再来执行一下这个测试 那这个地方呢 就会自动的去调用注册用户 并发送优惠券 这样的一个service的具体的实现 当然了 其实这种解决方案呢 并不是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案 因为我们在应用程序的开发的过程当中 还是提倡大家使用面向接口的开发方式的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 我们推荐大家使用以下的这一些解决方案 感谢观看